公車十字路口轉彎 誰能想到 就在車頭回鎮一名86歲老婦人 整個人從車尾彈出 大自行飛鋪大馬路 痛到爬都爬不起來 路過的民眾跟騎士紛紛衝上前幫忙 事發就在新北新莊 公車疑似因為內輪差 轉彎時沒看到走斑馬線的老婦人 險些就將人捲進車底擾了過去 婦人鬼門關前走一遭 同樣生死一瞬間還有這裡 實現騎士要通過路口 左看看右看看就在下一秒 對象一樣機車衝超快 碰得好大一聲猛撞上去 強大的撞擊力道兩人重心不穩 翻車飛出倒地摔得不輕 台北大安通話街上 其實首先沒禮讓行人 在催油門衝出路口猛撞釀成事故 下面這兩名駕駛也很離譜 小黃好端端直行 一兩黑色轎車突然從巷口轉彎鑽出 沒想到 兩人通通以為對方會禮讓 說不知全誤判 沒踩煞車直直衝 兩輛車硬擠擦撞 黑車底盤都震動彈起 開車上路沒人願意離讓 最終硬碰硬 車子全部撞壞要修 下面這場景更是讓用辱人看到傻眼 國道上這輛大型遊覽車 車門進整個折壞90度卡死 任憑狂風灌進車內 車子都已經變成這副模樣 駕駛進好端端的繼續開 目擊駕駛嚇壞直呼 這樣也能上國道 發生問題繼續開 要是發生意外實在害人又害己 接著楊軒飛亞橋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